要打造完美素颜 多喝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自己会一起床的时候就空腹的喝一大杯水 这样子可以加速身体的代谢 把身体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 肌肤自然状态也会比较好 保养肌肤很重要的是 要随时看肌肤的状况去挑选适合的产品 不管是因为季节变化或者是旅行的时候 都要依照当地的气候跟肌肤当下的状况去挑选 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保养效果 因为我的肌肤比较干 通常我会在基础保养之后 多加一个按摩的步骤 按摩的时候我通常会选择像是精油类的产品 透过这个芳香精露它里面的精油的这个成分 来唤醒整个我们的肌肤跟嗅觉 然后整个人透过简单的按摩 会让你的肌肤更有光泽 感觉弹性也会变得更好 习惯是一周两次一定会用面膜来做加强保养 那我会看我的肌肤状况去选择不同的面膜使用 那我今天使用的这个盐篮草舒压花瓣精油面膜 它非常的特别 因为呢它打开看起来是像是一个凝动的质地 但是呢一擦上去你就会感受到 它跟一般的凝动是不一样的 上去的质地比较像是精华的感觉 抹上去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花瓣 然后透过它的这个香味 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棒的舒压的效果 通常会让它在脸上停留10分钟左右 让它里面满满的精华成分被肌肤吸收 然后呢我会再搭配一些简单的按摩 那你在按摩的时候会感觉到 就是它的质地从原本的这种凝动的感觉 转化成比较滋润的精华油的感觉 然后呢你再加水去洗净它的同时 它就会质地会完全乳化 它不会让你脸上有一层油脂在脸上残留的感觉 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嫩 有一种深层保湿的感觉 要打造完美素颜肌肤良好的睡眠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喜欢在睡觉前用芳香精露 先滴个两三滴在手上 然后如果这个香味去放松全身的神经 然后舒压之后呢 我还会再点个一两滴在枕头上 这样子的话这个香味能够跟着自己一起入眠 这样子的睡眠品质也会更提升 后来我也会习惯随身都会带一瓶盐蓝草芳香精露 因为它的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舒压 有的时候在工作的空档 会觉得压力很大很疲倦的时候 我就会一样就是滴个两三滴在手上 然后透过一个简单的按摩 然后去按压就是耳后的淋巴 还有脖子下方的淋巴 会达到一个很快速放松的效果 不管是多喝水啊 好的睡眠品质 然后透过这个芳香疗法 去放松全身的肌肉 然后去放松你的精神 再搭配适当的保养品 由内而外才能够打造完美的素颜肌肤